美国有些研究发现 大约有四成的人 如果有敏感症的 眼睛是会有事的 对于有湿疹、有鼻敏感、有哮喘的人 就更加容易眼睛有敏感 甚至有并发症 甚至可以眼睛剥损了 其实无论本身是否敏感底 一样有机会出现眼睛敏感 想预防有一些鼓励不到的提示 对于敏感症来说 热敷是不好的 原因是热的时间会刺激血管 令到更多血液循环各样东西 敏感缘各样东西会更加厉害 睡前先洗澡 基本上是减低了你的空气环境 积聚在表层、眼睛上刺激到的东西 床单那些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你躺在这里 尽量有什么刺激的去减低 如果因为敏感症 我们会建议你用冻敷 那些药水很多时候我会叫病人 放入冰箱里 滴的时候会舒服一点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千万不要买一些有激素成分的眼药水 因为其他那些 敏感的药水滴了 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发症 但是如果你没有感染 而滴了激素的时间 后遗症是可大可小的 接着可以青光眼可以白内障 甚至失明 不是开玩笑 如果真的要滴激素 一定是医生处方才可以滴 所以滴眼都要懂得滴 所以用人造泪水 因为人造泪水可以 吸气眼的环境 令刺激到有敏感的耳蜜 可能是花粉 可能是陈 可能是陈满的反应 于是急救和舒缓之前 首先就要搞清楚 眼睛是否真的敏感 亦说有其他眼疾 如果你只是眼干的时间 通常就会比较稠 如果真的敏感症 就会有眼红 甚至会有很多分泌 如果是一些 比如春天敏感症 那些分泌会很稠 直接好像眼膠那样 其实敏感会痕 会红 但是通常就不应该眼痛 也不应该严重的影响视力 如果影响视力 或者眼痛 真的要看一看 科医生 看一看更加严重的 并发症或者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 初初回来香港 有一个很严重的 敏感症的小朋友 他全身都敏感 又鼻敏感 又哮喘又濕疹 他严重到 甚至眼角膜是损了很久的 后面我最终要帮他的眼角膜打磨 然后他才慢慢好分 他现在大个儿子 就不要再回来覆疹 因为好完了 其实真的好像 哮喘和鼻敏感 通常小朋友差 跟着青春期差 到你青春期完了之后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断尾 有少部份的人是会不断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